大家好,我是焦宝妈妈,今天将和大家分享一款简单快速,松软又好吃的牛奶面包的做法。 在做这个过程当中,我学到了一项技术。 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吧! 酵母5克,白糖30克,温牛奶300毫升,温牛奶的温度36、37摄氏度,鸡蛋两个,袋壳110克,搅拌成鸡蛋液。 倒到液体里边,留下约20克之后用。 保鲜膜盖上放在一旁。 搅拌混合。 高筋面粉500克。 盐5克。 搅拌混合。 搅拌成鸡蛋液。 无盐黄油35克,稍微加热融化,倒到面团的上边,留下约7克备用。 用刮刀继续搅拌混合。 约3分钟,看不到干面粉。 看不到干面粉。 用刮刀继续搅拌成鸡蛋液。 用刮刀稍微的整理几下。 接着用手来操作面团,让面团变得光滑。 这个动作,操作约30到40秒,不超过一分钟。 时间越久,面团就会变得粘熟起来。 盖上温暖处发酵90分钟。 直到面团双倍大。 面团发酵得非常好。 在揉面垫的上面,撒一些干面粉。 把发酵好的面团像这样倒扣在揉面垫的上边。 稍微的按压几下,折叠,整理成一个圆形。 我很好奇,不知你正在哪里观看我的视频。 这款面包的配方,我做出来的面包是非常的松软又好吃的。 希望能帮助到你。 分成大小均匀的12等饭。 每一份约80克。 再逐个,把它们整理成圆形。 盖上松弛15分钟。 15分钟以后,拿起第一个面团。 撒一点点干面粉。 用擀面杖擀开。 擀成一个长条的形状。 长约23厘米,宽9厘米,从一边卷起来。 搓几下,搓成长28厘米,粗细均匀的长条。 用保鲜膜盖上。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。 都搓成粗细均匀,长28厘米的长条。 保鲜膜盖上。 保鲜膜盖上,松弛10分钟。 10分钟以后,拿起第一个长条。 稍微的搓几下。 搓成长32厘米。 这是一双筷子,也可以用竹签。 在上面擦点植物油,这样防止粘连。 就像这样,做一个面包造型。 我真没有想到筷子还有这样的用途。 做面包造型非常的简单又快速。 真的学到了一个技术。 你喜欢这个面包的做法吗? 请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。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。 这是一个长方形烤盘29×42厘米。 铺上一张烘焙纸。 逐个摆放进去,中间保留一点空隙。 盖上温暖处二次发酵60分钟,直到双倍大。 这是预留下来的20克鸡蛋液。 在它们的上边,薄薄的均匀的刷一层蛋液。 撒上一点生的白芝麻,或者是你喜欢的其他的坚果碎。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180摄氏度,也就是356华氏度。 烤15分钟至金黄。 好吃又好看的面包就出炉了。 松软又香甜。 外形也很漂亮。 喜欢的朋友请不要忘记关注、点赞、留言和分享。 谢谢观看。 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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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再见。 再见。 。 。 。